Solo歌手演唱会票房超惨,韩国网友留言嘲讽。 随住几次出现男团和女团唱片销售和姻缘成绩疑似囤积,造假的事件后,也导致大众渐渐对于唱片行与姻缘榜的数据渐渐丧失了信心。 像是今年2月女团No Moreland传出囤积唱片的新闻,引起了许多讨论。 当时No Moreland的新专辑Great,竟在2月12日当日售出8200张,光是一天的销量就超过了No Moreland在1月份整个月的专辑销量因此也引起了大众的怀疑与猜测。 再加上事后的报道中也提到现在唱片销量一天能超过8000张的,只有顶级男团像是Evu,防弹少年团和Warner1才可能做到,因此认定No Moreland囤积唱片的网友也越来越多。 虽然经纪公司也紧急出来澄清绝无此事,但当时的说法和拿出的证据却完全没有说服力,也让大众并没因此改观反而更加怀疑啊。 之后No Moreland又因为唱片销售成绩好获得音乐节目一味时,大众对于No Moreland的印象却也黑化得差不多了。 虽然后来主打歌BOOMBOOM的却大红,但是不少人认为经纪公司已经把No Moreland的形象的差不多了。 后来公司表示那时的唱片是由日本粉丝联合购买,但是却已经没有太多人想相信他们了啊。 而除了唱片囤积,当然就还有因缘造假的事件。 Solo歌手Nuilo去年10月底发表的歌曲突然上升到音缘榜一位,突然在6个月后突然名字骤称,让很多网友怀疑是音缘造假,更有人怀疑是利用音缘工厂刷音缘,各式各样的说法在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。 虽然经纪公司也赶紧出面说明绝对不是音缘回购,也没有违法,只是用SNS做最有效率的宣传方式而已,但是事件的讨论并没有在公司出面截止后有缓和的迹象。 而音缘榜的研究员也发现,同样所属经纪公司的另一位歌手张德彻,出现与Willow类似的音缘逆袭的现象。 研究员将两人的音缘上升趋势,与之前Exit的U-P和Down相比较之后,发现Exit是慢慢地从音缘榜上升上来的,但是张德彻与Willow却是垂直上升的,以这么惊人的速度登顶,真的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。 而且两人都是午夜霸榜,因此Willow也被关上了音缘造假歌手的称号。 而最近一场Willow的演唱会,票完全呈现无法卖完的状况,也让许多网友讽刺的留言,怎么音缘成绩没有反映在公演销售上啊。 这场演出已经开卖了10天1134个位子,却只卖出90席,这样的惨况也引起了更多网友的攻击,因为卖票没有办法造假啊。 虽然现在的卖又卖出更多票,但是销售数字依旧不太好看。 也有粉丝留言,假如公司不要用这种方式来为歌手宣传的话,Willow的歌曲其实真的有大红的潜能,只是现在Willow在韩国网民的心中的形象却已经跌落到了谷底了啊。